其實今年中華直播因為疫情 一度停賽快兩個月 直到了十二月初才產生總冠軍 這等於是史上最長的球技 球員很辛苦 但別忘了熱情球迷們 也是很辛苦 很全力的支持 所以為了回饋球迷同樂 衛泉龍隊舉辦了趣味壘球賽 森林王子張泰山跟拉拉隊 都上場打擊了 場邊轉播單位的攝影師 也都被Cue上去 來打一下吧 我們其用代打 其用代打 大家歡迎 張泰蘇 資深球迷對這一幕一定很有感覺 森林王子張泰山準備上場打擊 讓場邊球迷們再次嗨起來 今年球季創下史上最長紀錄 球員辛苦 但更要感謝球迷熱情支持 衛泉龍隊在週六 就舉辦了一場趣味壘球賽 球迷除了看得到張泰山打擊 拉拉隊教練艾米斯一上場 連球員們也嗨起來 砲砲砲砲砲 一人沒有人 一人沒有人 耶 勝 不只教練拉拉隊一起同樂 連場邊的攝影大哥也沒被放過 其用代打 又代打 三壘攝影大哥 去尾的壘球比賽 讓球迷看到這群小龍將們活潑的一面 而且平時唱唱跳跳的小龍女們 也是個個深藏不露 圍全龍回歸後第一個完整賽季 從季初不被看好到季末打出一波波好球 總教練葉君章也感觸很深 我覺得很像應該可以寫一本書 那那時候其實球隊成績沒有特別好 然後我就想說盡量把這個口罩有沒有 戴高一點 然後突然間他說 葉總你們的那些年輕小五子 表現得很好耶 然後我很想 我很喜歡看你們的比賽 透過感謝季的活動 讓球迷們能進到比賽場地體驗 而且還可以和球員們有近距離的接觸 想必也讓每位球迷們都帶回滿滿的珍貴回憶 華日新聞楊智庫胡欽宇報導